当心事存在过各自 信众们虔诚的诵经祈福 是自乡里龙山人文纪念馆的三十信念法会 以感恩仙人为主轴 除了要普渡往生者 也期盼透过法会铺陈 以最虔诚的心祝福仙人的同时 也为子孙祈福 做一个三十训练 让我们在这边的仙人跟家使 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安定跟比喻 我们这个普渡是以报的最坚诚的 最诚恳的心来祭拜这些宣传 希望在这边都能够安居乐业 在这边得到福报 透过环境的营造 里龙山人文纪念馆 不仅在每年筹办大型的法会及活动 也会透过各种方式来安定家属的心情 成为许多民众心灵寄托的重要场所 这边非常好 服务态度也很好 然后就是很多问题 他们都自己写信函来寄给我们 像这种普渡的时候也是 是要把我们准备行列 还是什么东西 他们都会寄 庙方都会寄给我们 除了缅怀往生者 也期许信众能以坦然的心情 来面对生死议题 亦表达对仙人的重视 加上里龙山环境营造的氛围 包含周边景致 宜山 傍海等 让不少乡亲心境上显得格外开阔 爸爸在生前的时候也很喜欢在这房山附近喝咖啡看海 所以就觉得这地点很好 他也很喜欢这样子 所以每次来这里 真的很难得来这里都会有那种 一种缅怀的心情 然后也有那种像类似像在度假的感觉 因为可以看得到海 这边的环境很优美 又有一个很好的空间 可以让大家休息非常好 谢谢这个馆方 透过法会营造 让民众在缅怀往生者之余 也能看见并肯定 李荣山人民纪念馆的用心 让这圣中追远 永续传承的孝思 继续传递下去 屏东树不停张志豪采访报道